星期的早上,最近聚餐很多,大家不要酒驾哦 欢迎收听比友亲红灯 那下一题呢,也谢谢斗位内的朋友 她说你们好,我婆婆真的超级鸡巴 她破题的很快 她说认识她18年,从一开始想讨好 但最后无效,还是决定放弃 终于现在我们南北两个很少见面,很开心 但我们在南部买房,但她一直很想来住我的新家 她说我新家没花到她半毛钱 她一直暗示我老公她想来住 但她是那种毫不在乎别人感受 只顾自己爽,会把别人家当自己家 纠战雀巢那种人类 我新家有好用的炉莲烤 跟自己好喜欢的清爽厨房 大家一定会以为这是我写的 可是我婆婆没有想来我家,真的不是我 然后呢,跟她家的肮脏食物放在地上 认狗在旁边抓养 然后锅碗瓢盆 那个与菜渣一个礼拜不洗的油腻腻的厨房 我真的无法接受让她碰到我的厨房 跟来我家亲吻他户 请问我要怎么不让她来呢 她说公公已逝 目前我老公都是用逃避战术 因为妈把老公不想跟她妈解释 为什么我们有新家,但不给她住 而且要让她住饭店这件事 谢谢三剑客解答,爱你们 她说 P.S.工程师的深线跟Netflix的沙拉与乖乖压 澎湃好像 可以麻烦工程师讲沙拉与乖乖压之后 人气宝跟修行轮流瓜吗 为什么呀 那你可以不要说说看 我是没听过 什么 沙拉与乖乖压 瓜 就这样 真的有像吗 我不知道 我去找找看 她小孩很喜欢吃剧片 不知道 我觉得她老公其实算是一个很有担当的男人 因为听起来她老公可能是独生子 然后他们买了房子 然后婆婆也一个人 婆婆一直来住 她老公竟然拒绝 然后说去住饭店 而且婆婆一个人来 她也让她住饭店 没成啊 她没成 她只是说你会把她丢去饭店 她不要吧 不是吧 是婆婆一个人来 她也住饭店吧 我们有新家不让她住 要让她住饭店 要让她应该还没吧 也不可能永远 因为她一直说要来 我觉得应该是她来根本 她还没进门 她来几天 没有要常住 她只是来几天的时候 她老公都让她住饭店 我觉得你老公很棒欸 欸我刚忘记署名 她署名是婆婆是万恶之神 婆婆是万恶之源 迪亚布罗 什么是迪亚布罗 迪亚布罗 迪亚布罗 迪亚布罗是什么 哎呦 拜托 你们不要再解释这个了 好吗 迪亚布罗就是那个啊 什么 就是那个恶魔的名字啊 魔鬼 哦 就是对啊 哦 你们都很土欸 哦我们就是很浅 你们都很土欸 我们就是很土 OK 哦迪亚布罗是 被工程师翻白眼欸 可恶 然后我只想说 我觉得你老公 其实是很棒的一个人 我先称赞你老公 那怎么样让婆婆 不要来住呢 看起来你老公很挺你啊 正面突破吗 我觉得看起来你老公 很挺你 应该没有 应该不需要 不需要特别讲什么吧 应该来了以后 老公也会皮绷很紧 在旁边 异步异趋吧 对啊 不会老公不会啦 可是我觉得你老公 我挺你 这件事情应该就够了 就让老公去拖啊 难道你出面讲吗 总有一天要来的啊 新家变成旧家 他还是得来啊 没有他应该来过了 可是他婆婆想来常住 常住 对没错 他婆婆目前来短 来到他们的城市 短住的时候 他们去住饭店 可是他婆婆想要 住在 永远住在他的儿子家 哦 我原本想说 他是想要尝试来 就是新家要来 不是 新家他已经来过了 怎么可能不让婆婆来新家 踩一踩啦 要不然就是让他来 来然后就 你一定会忍不住 忍不住就对他大声 然后吵架以后就是 他就再来不了 从此以后就再也不用碰 可是他婆婆真的是要来常住吗 对啊 因为如果是要来常住 不可能 因为你买新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 所以呢 不会说又不是到7月那边买个东西 所以如果有常住 就是说比方说他先生有想 有跟他讨论过这件事 甚至一定会规划到新家 如果是常住的话 应该比如说这个客房 或是他要再来这边 就上 从南部 从北部到南部常住 对啊 这个绝对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跟计划好不好 所以他连一两天都不让他 所以表示 他们应该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可是他连一两天都不让婆婆来 那你也太过分了吧 对啊 所以我听的是这样啊 所以我觉得他婆婆应该只是要来短住 来踩一下 一两天 那我觉得短住一两天比方说 你真的是没有房间 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那就让婆婆住饭店啊 对 可是他婆婆他 但是如果有客房的格局 已经有客房了 已经有客房 我是觉得你就让他 你就就是咬着牙 让他来来个来住个一两天 如果他是目的只是短住个一两天的话 哦 我觉得就忍 因为如果是新家 我会是让他来 让他来 因为我一定要正面突破 如果你真的做出让我踩现 因为新家是什么 新家就是要建立新秩序的开始 如果你现在进来 然后做了我不要做的时候 我就会马上讲 哦 你敢 就不可以 不可以 哎有 我觉得 我就是变成一个急歪的人 在后面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这样子 经过你们的解释 我也觉得你们说的是对的 你只是 他连婆婆来短住都不想 我觉得你应该要让他来个一两天吧 当他弄了你的无言考 你就啊 突然尖叫 就觉得说 那 他知道你的点 你要让他知道你的点在哪 那有人会硬要到别人家去做菜的啊 有啊 婆婆啊 他觉得他是要自己家 你家就是我家 然后你在那边尖叫这样子吗 就尖叫 这个房子丢了 就是突然间 啊 对不起 我有一点忍不住 情不自禁 因为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 哦妈 你不要这样 哦对 我就说 啊 这样 啊 啊 但 不好意思 但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 啊 就是这样子 好讨人厌哦 讨厌 但是就是要建立新的 因为这是一个新家 新家就觉得一阵雪白 我就要 开始自己来 自己创造自己这边左摸右摸 但你一定在意也不行 这个也不行 因为这是什么材质 因为什么材质 就像你讲的 烤漆的门板会扣掉 你不要 你不要碰那边 你小心 我来 哦 就你好好坐着 当客人 你要让他有一个客人的感觉 嗯 做客人就是你好好坐在客厅 你有什么东西我给你 到前面吃 有吃饭了 你过来这边吃 是这样 让他有客人感 哦 那这么说来 我刚才想说 我婆婆来过我们家 她也没有想要做饭过 怎么会有人想要去别人家做饭 但我突然想起来 很多年前 其实我婆婆有硬要来我们家做饭过 我可能脸很臭吧 对啊 导致到后来我婆婆都不敢 对啊 你不会用 你就把它推出去 妈不用你 你不会用 对我来我来 你不会口气很差 但是字眼用的不太好 就可以了 哦 你不会用你不会用 这你不懂的啦 你出去出去 就要出去 对啊 对 但是又好像没有什么杀了 但又好像只是说了什么 你家都是高科技产品 你婆婆一定要会压力很大 她应该也不敢用吧 她可能觉得 她可能也会用 但是你就是不要让她用 反正就是我们来 反正是新家 反正你就是客 你是客 你是客 对 这样子 制造出她来你家 她要如坐针毡的感觉 那之后也不会想来的 这东西对 其实我觉得只要让她 对就像 不要让她冰至五归 让她如坐针毡 没有没有 就是让她觉得她是客人 你是客 你不要自己主动拿 拿东西 也不要如坐针毡好吗 就不要 对啊 你就是不要 你如果是客人 就不会去乱翻人家家的东西 哦 你如果觉得是你自己家 你才会自己 哦哦 走这个柜子开开 那个抽屉拉一拉 这样子 不可以啊 你就是客 嗯 你就是客房 你就是自己去摸 你就把客房摸一摸 你不要摸其他地方 嗯 那你觉得要 可以让婆婆去住饭店吗 还是要应该 没有 我觉得新家就是 有些媳妇的道理 还是 我 还是要懂 我会做 因为我不想要被人家 就是 我要让人家知道 她是她真的不好 而不是我都没做 哦 对 我会觉得 我会试着做 那你来 你知道你真的是 踩我 你如果来 来我家以后 一直踩我 踢他舞 踢他舞 踩我的线 我就没办法 就把你送去嘛 我也觉得 没有道理 不让婆婆来 那你可以 采纳一下 我们的方法 就是让他来了以后 什么事情都说 哎 你让他 把他当一个客人 对啊 让他知道 自己是去别人家 如果说 在这个状况下 来了以后 然后你们两个人 真的是这样子 火花四色的话 你旁边的老公 难道不会觉得说 我在这个下面 生存真的很痛苦 我一定要记得 下次把我妈 送去饭店 而且搞不好 他住了饭店之后 他也爱上饭店 对啊 你说每个人 都喜欢住饭店 有的人不敢一个人 住饭店 我可以理解 会啊 对啊 晚上睡觉 因为饭店就一样 你就会 你觉得像旅客啊 因为那个里面的氛围 跟他的摆设 就像旅客 不像家嘛 对啊 因为你越不让他来 他就会越想来 他越要 就让他来一次 来一次 然后一惨 然后知道你 其实你不开心 或者干嘛 或者老公也在旁边 我觉得这件事情 感觉大家 来了以后 觉得每个人的神经 都崩得很紧 对 大家也不开心 所以他有可能不来了 所以你就试试看咯 下一题呢 谢谢Donae的朋友 他说我是一年前 有投稿过的夜阳粉 我自己也忘了 为什么我要在小红的节目 说我比较喜欢夜阳 但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是在夜阳来的时候 被念出 真是吓死我了 他只是想告诉 我们的心情 他说 当时我中午在外用餐 听到当下 我默默地哭了出来 然后就吃不下了 那天睡前又重复听了 比我惊鸿的那一段 我又哭一次 心情真是复杂 谁说只有人气宝充粉 小红也很充粉啊 但我今天是要问 一个严肃的问题 请问如何可以 克服心理的障碍 去做大肠镜呢 因为我在2017年 有动过腹腔镜手术 他说是 子宫内膜 异味之巧克力囊皱 我不知道现在 大家有没有办法 听到奇怪的声音 人气宝在跳大麦克风 一直说 抱歉 整支麦克风 被我讲到掉下来 这也真是一个 世界奇观来着 一直在 那你有没有听到 因为我怀疑你也得过这件事情 他说他动过腹腔镜手术 子宫内膜异味 和巧克力囊皱 对对对 我也是就开玩了 对啊没错 他说当时就已经很会胀气 开完手术 医生说 有沾黏到直肠 最近除了很会胀气之外 还会三不五十 腹部痛 因为痛点太接近骨盆 超硬波照不到 肠胃科的医生 推测应该是我 腹科的疾病 引起肠子沾黏 叫我去照大肠镜 虽然我平常小病不断 但我很害怕 身体有大毛病 所以想请问三位 如何接受去做大肠镜的呢 感谢 他的署名还是夜阳粉 夜阳粉 那我回答好吗 他真的很 他真的不就会夜阳吗 我知道你最爱做 那个健康检查的 这也不是我写的 这个人不是我 但是我今天早上 痴疮也犯了 超烦的 大家没有想到 突然听到这么私密的事情 没有因为他既然讲到 那我也只好 因为只要我自己讲的 比较自然是不是大家比较能够 不会觉得太害羞呢 而且工程师还追说 什么意思叫痔疮犯了 我想说痔疮犯了 还需要解释 就是痔疮犯了 这四个字还需要解释吗 对 我真的真心不懂 什么叫痔疮犯了 你没有痔疮不懂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 痔疮有犯跟没犯 那我要讲到这么 我现在可以讲出来 到时候要剪掉 痔疮犯了是流血 你就是流血 你敢讲我们不会剪哦 讲完了 你先讲 我已经讲出来了 你才讲说要剪掉 同时我已经讲出来了 可是流血这个事 不是很稀松平常的吗 那他是从每天在犯吧 不是啊 我说女生流血 这不是已经稀松平常的事了 不是 不同地方流血 你那眼睛流血 跟鼻子流血 当然感觉不一样啊 可是就觉得 前面跟后面 哦 痔疮犯是好开心哦 饶腹欣慰的看着 对 超烦的 对啊 可是做直肠镜 没有好克服 因为其实不会痛啊 你要做无痛的啊 对啊 我中间可以 好 这个还是这个剪掉 我顺便讲 好 算了啦 等一下再讲 那流血呢 就流个不停嘛 香水龙龙 这一段好了 干脆快迅速讲一下 可以剪掉 哈哈 昨天我在 我们不会剪 我不要剪吗 那我算了 那不要讲 关机在讲废话 你们两个网吧 哈哈哈哈 好了我觉得做 好了结论就是 就是因为 因为我能够体会你啦 就是 但是就是 我只能跟你说 做大肠镜跟那个 腹腔镜来比较 大肠镜真的no feel 哦 腹腔镜很痛吗 没有 你是都做完一个手术 还要住院三天啊 可是他其实 他是有点沾黏 他现在不太舒服 这个状况 还是去看清楚 比较好 对 我也觉得 而且其实大肠镜 像我们看 我们做肠胃镜 都已经 对啦 那也是同时做 差不多 你看也是 大概半个小时 你就睡一觉起来就好啦 我跟你讲 我觉得做肠镜 是人生中 非常美妙的一个经验 但是 它让你睡很好起来 还有蛮感 但是记得就是 你要自己加麻醉 因为如果你是 健康检查大家都 要做无痛哦 因为健康检查 一定会尽量 会要你无痛 可是如果你去 那个医院里面 挂门诊的话 那你就要自己 再加钱 再加麻醉的钱 因为健保的时候 怕你是做 就是清醒的那种 所以你就记得要加钱 要加钱当麻醉 无痛麻醉才可以 我觉得它的问题 可能是 它怕健康检查以后 会有病 像我以前 我也会觉得 不去健康检查都没事 然后一去健康检查 就生病了 就像常常会有人说 哦我好好的 就我去健康检查 发现我什么肺腺癌三奇 啊什么之类的 就会常常有听见 这种奇怪的传闻 所以你就会觉得 我不去检查都没事 然后一检查这样 因为你们 很太久没检查 其实问题是 太久没检查 而不是 所以才检一次就有病 对 是因为这样嘛 没错 所以其实你只要长期检查 去做这些健康检查 并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心理压力 对啊 就是 你该做的就是孩子做 那 工程师你做 那个 肠镜的时候 你有害怕吗 完全没有印象 完全没有感觉啊 不是吗 你不觉得是一个 很美妙的经验吗 倒也不至于到美妙啦 难道 明明就很美妙 睡得很好啊 但是我同事 难道你为了睡得很好 要一直不停的去做长径吗 有耶 就是我们在讲牛奶那个 你把麦克风给王小姐 我觉得她才会懂长径的美妙 因为我跟王小姐一起去做长径的 然后而且我事前是不是一直跟你讲 做长径很美妙 对你一直告诉我说 你睡得多好 对啊 睡得超好 那你做完长径你 你怎么觉得那是人生中最深沉短暂又美妙的睡眠 那可是那你就是不是爱长径 你是有点牛奶针上瘾吧 对啊 就是牛奶针的电视啊 牛奶针今天是上瘾 我在上瘾我也一年做一次 他想要合理的做牛奶针 合理的去找牛奶针这件事 牛奶针 没平白无故打是一个犯法的事情 他是管制要平碎 所以他不能打 但是你却可以透过做长径合法做他 那你自己说是 你一定要逼他讲 你一定要逼他讲 我要逼你说 的确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 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你的意识明明还清楚 但是下一秒突然不见了 然后醒来的时候你已经 被捅到场子了 对 然后你还觉得刚刚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对没错 是一个很奇幻的体验 我觉得照长径没有可怕 一点都不可怕 对也不痛 也不痛 所以跟 他已经开过刀的话 那就根本 长径就真的是一个小儿科 就不知道啊 不知道他的心理障碍是 不 不敢做长径 还是怕做长径有什么问题 对我觉得他是怕做了有什么问题 对 因为我的同事 年轻人 然后他自己从来都没有做过 见商检查 所以他们竟然还排队来 跟我咨询说 请问做长径的感受 所以我还跟他们讲说不要害怕 你就去 然后隔天回来都笑容满面 对啊 他做完长径是会满面穿风的 他之前他多虑了 我一直跟他讲你真的想太多 你去一下眼睛闭一下就过了 嗯 这前面的这些你警察 记不记得 紧张都是多余的 你前面的只是觉得 哇穿了开裆裤有点害臊 或是什么的 但是之后其实这根本没有什么 你前面紧张啊 就如果你只是紧张那个过程的话 我觉得这个 或是你觉得 好像没有那么需要担心 对 但是如果你只是怕说照出来有什么不好的结果的话 那你还不早早把他做出来 早点知道才会早点解决啊 不管怎么样就是马上去照常境 因为你 因为怕不好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是第二趴 第一趴是 如果你不去面对这个不好的结 也许是不好的结果 你就要一直不舒服 对啊 他如果照出来不管是不是好的 你马上解决掉 你至少可以 也会不舒服啊 也就不会不舒服 对啊 那如果有不好的话 那以后把它解决掉 你人就会变健康不是更好吗 反正 就要再绕口令了 对就不好不好 我刚已经失神 但我希望下个月 下个月你写信来的时候 告诉我们已经做完肠镜了 然后很健康 对 没事 没事你就赶快去做就好 真的没事 不管你有没有病 你就做检查 你就算不做检查 你有病你还是会有 因为有些手术之后 的确会造成一些 沾黏的问题 对 那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在可能之前 也许是体质 或是在之前 应该也都有垫片吧 就是大家一定会要 要垫那个玻尿酸的垫片 这样子 那是不是太早吸收了 或是什么的 你可以再去问医生 这样子 对啊 而且我 我那时候去做健康检查 是因为我有一阵子 胃食道逆流很严重 然后我真的觉得我好像 我一定觉得我有很严重的胃病 反正我去做检查以后 发现没事 我就整个人神清气床了 而且我 又放松了 逆流也不严重了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因为 你自己心理压力太大 那就赶快去做了 知道结果就好了嘛 对不对 加油咯 加油 我突然瞄到一题 这题一定要赶快回答 这题很严重 揍振扎的 我们绝对办得到吗 我们绝对办得到 他说亲爱的三剑客 有没有打过皮秒雷射 看网红都说 打一两次皮肤就好很多 可是我已经打了四次了 虽然脸部斑点 及肤矿好像比较好 可是眼尾旁边的暗沉斑点 却怎么样都打不掉 医美获理师说 疗程最少要六到八次 才能改善 想请问小红人气宝 我还要继续做下去吗 谢谢 他是皮秒新手 皮秒新手 跟你讲 不管是不是眼尾 皮秒一直 一定是要一直做下去的 真的吗 但是你的眼尾那个部分 可能还是要请 弥肤科去确定说 那个是不是皮秒打得掉 对 可能他不是 打皮秒打掉的 对 对 他有说他几岁吗 他没有说他几岁 我这话 你这问题会好生日伪 对 你要去 我觉得你去有皮肤科医生的 先去确定那是什么东西 因为我就有介绍我朋友 我都在 可以讲吗 我都在黄千药那里打皮秒 他的下手很重 几乎他打一次都会打掉 可是有一些太靠近眼睛的 其实很多医生不敢打 太靠近眼睛 太靠近眼睛的地方 他根本就不会打 所以你要问问看 他到底会不会打那边 还有那是什么 像我朋友就会被说 说平平都是斑 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 他就会说 哦这个是什么什么斑 可能比较不 你脸上长在眼下的是什么 长在眼尾的是什么 你要搞清楚 然后他才会 可能 干斑 可能会有 干斑很难打 不同的 不同的机器打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因为也许是你去的地方 因为有一些诊所 他可能就只有这台机器 他就会说 那就只能用 一直用这台打 希望你不要 希望 嗯 希望你不要离开啊 哦 但可能你去看了皮肤科 那你可能看清楚 哦原来这是要用 什么另外一种仪器打 那你就要去有 那个仪器的 医美诊所打 哎我还蛮建议你 你先换一家试试看哦 随便你找哪一家 你就先换一家试试看 因为我很讨厌 这我听起来 他是那种六到八次 就是他可能一个月 或半个月 叫你去打一次的那种 这个就是想要有业绩的这种 会推销的这种 听起来 因为我也有去过这种 那他就会说 你一直多做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他每一次来 他就问你说 你要不要再买一个别的 你要这个这个 然后我就指定说 那我要打什么什么皮肤 他说我这边没有 所以他才叫我一直叫我打 禁肤雷射啊 对啊我觉得 那或是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 那其实这基本上 有可能是他的 没有这个机器 他又想要推你 不要让你离开嘛 对没错 我个人的打 平秒是大概一年一年 平秒有很多种哦 不用很多 不用常常 那种常常把价钱弄得很便宜 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疗程 你总共 比如说打一次三千 可能你要去五次 其实都没有必要 如果可以一次解决 你干嘛要去五次呢 是啊 有一个 有打六次可以成的 也有打一次可以成的 对啊 没错 你可以去换一家试试看 听听别的医生的说法 我真的是不觉得 不过真的太靠近眼睛的 很多医生 其实不会去打 太靠近眼睛的地方 对啊 然后再加上 这基本上 医生讲了一千万遍 就是说 你有没有做好防晒这件事 对 你一定要做好防晒 不管冬天夏天 你都要把防晒做好 我们讲到这个问题 好热情啊 热情 我们在人全身都热起来 好了 那开始 你要不要结尾啊 你还在吃花生 你要不要结尾 快点你结尾啦 不要 你要不要结尾 你结尾 大家都不愿意结尾 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 必有请用单 不管我们固定收听 都请订阅关注 还订阅我的podcast 请大家留言发问 然后记得要给我们五星评论哦 耶 还是背起来的人 结尾赞啊 还要我们结尾 干嘛 因为大家喜欢听 根本没搞 叫我们结尾 我们要再讲半小时 是不是 好了再见 拜拜 拜拜 没有吧 没有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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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